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最新报165.68点 创9周新低 按周跌0.96% 并终止两周连升 反映6月15日美国暂停加息 但预期下半年仍可能再加息两次 以及本港大型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当周的市况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最新报166.22点 按周跌1.1% 中小型单位 报164.88点 按周跌1.1% 中小型单位 齐创17周新低 重返今年3月时水平 兼同样结束两周连升 CCL大型单位 报169.7点 按周跌0.32% 连跌两周共0.36% 四区指数方面 港岛CCLMAS报167.63点 按周跌0.97% 连升两周后回远 九龙CCLMAS报163.09点 按周跌0.8% 连跌两周共1.75% 新界东CCLMAS报176.68点 按周跌0.96% 新界西CCLMAS报151.75点 创8周新低 按周跌1.77%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指出 今周八大楼价指数齐跌 是2022年12月 即28周以来首见 虽然6月暂停加息 但利率持续高期 市场气氛观望 买家入市意欲放缓 二手交头皮药 整体楼价开始出现调整迹象 CCL再度回落至165点水平 近十二周五升七跌 累跌1.62% 因为本周楼价跌幅明显 2023年CCL升幅收窄至5.68% CCLMAS累升6.34% 中小型单位 升6.55% 大型单位 升1.82% 港岛升7.52% 九龙升8.16% 新界东升3.92% 新界西升4.35%